为了支持青年聪业 高雷在地青年聪业 中华管政府这几年持续在进行青年聪业金保祖的结尾 其中为了在中华市中间楼顶的Enjoy Bistro 以中华中心的优节龙三品动作完手 用专业的生产的方式典现料理 在到平行委员的困顶 在到上官的30万保祖聪业金 为了支持青年聪业 高雷青年在地尊敬 中华管政府这几年几月开门青年聪业金保祖的结尾 上官可以保祖到30万 其中为了中华市中间楼的Enjoy Bistro餐酒馆 是由青年代事节所成立 它是台北人 因为对主家的榜上 曾经对着阿吉塞来合适 这次于中华市中间楼的Enjoy Bistro餐酒馆 用专业小餐的方式来典现料理 在到地底提出广性委员的困顶 保祖30万創业金 我本来在台北发展 那跟太太来到彰化之后 发现彰化其实是农业大限 在我们找食材的过程中 很多小农没有办法把他们所种的食材 在彰化里发挥 但我觉得很可惜 但是我觉得这些很好的资源 必须要在彰化里面呈现 对然后顺便帮助小农 然后让我们彰化可以更骄傲的知道说 原来我们彰化的资源这么多 对 那你知道现福对你们的不助 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那当然就是 其实有很多实质上的帮助 从创业初期我们在找资源的时候 其实会有很多资金上的缺乏 那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试各种的食材 那这个时候呢 现福的这笔资源 其实让我们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可以去做更多的尝试 然后可以去了解更多的食材 让我们真的可以走到农田里面 去了解所有的食物他们的成长 然后知道这个过程里面 每一个食材它的风味展现 再用到我们的菜色里面 王管长也表示 中华官高雷青年运用創意 发给中华在地的食权团 让青年有更多资金 去到立創业割位 降低资赚负担 所以中华官政府 推出青年創业割作割位 高雷少年人发挥創意 彰化有这个米仓 支撑我们有很多的 非常好的这些农特产品 那师姐她就用彰化 我们自己在地的农特产品 那每一季开发不一样的这个菜色 那来吸引我们的这个乡亲 那这个也获得我们这个 创业的奖金30万元 那这个来推博它的东西 然后也从拍这个微电影等等 来做它行销 它这个餐馆的一个这个部分 那也欢迎大家 这个就在警察局对面 那欢迎大家有机会 多来给这些青年朋友 来跟他们鼓励 来看看他们的一个创意 那能够呢 两个夫妻齐心协力来创业 那这也是彰化新政府 持续不断的 一直希望说青年朋友 返乡或者呢留乡 只要是这叠种 下着八回到四十五回 青葬事业富泽林 在这叙利定期 还没半三年以来 只要上半双业 件事可定三十点前 就能拿安心 请中华馆青年 双业中业保祖 每人上官保祖三十万 并且让青年双业 双业中官组员 和德文博物 让中华青年 能安心起步 为双业青年 搭着岸业 六业的幸福未来 新中华新闻 北边林中华 蔡红博德 然后也呈现 Myst s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